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符号 全是这个戈壁沙漠 全是一个颜色 什么也没有 感觉被扔在这了 是怎样的魅力 吸引着人们往来与死 来敦煌是因为梦见敦煌来这里 就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吸引 就是在那个地方 又是什么原因 成为了一些人的新规之处 对东黄的这种热爱 对东黄这种理解 应该是大于这个绘画的本身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花了近半年的时间 深度跟拍了一些生活在这里的人 镜头跟随他们的日常点滴 从早到晚 从盛夏到寒冬 从沙漠戈壁到高山峡谷 他们的生活 渐次在我们的镜头前展开 你会发现 他们和你我一样 面对琐碎日常 经历离合悲欢 人生就是这样 有一道暗影 就伴随着一道光芒 一个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 有的时候当表面很安静的时候 不代表你的心是安静的吧 敦煌恰恰恰给予了人们 冲破桎梏的某种力量 开心啊 和法罗知道吗 就是那种保护 这个是我这辈子都没有的东西 眼泪要装在玻璃瓶里面 留给最爱的人 敦煌 可能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义都不同 他更像是理想中的诗和远方 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甘愿去守护 亦或者被他守护 可能是这种 对自然材料的一种 天生的一种偏好 让冬黄彩色记忆的 让它传承下去 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 是很值得自豪 我们从小就感受到外国友人 对于冬黄的这种 崇拜和喜爱 我看到那些牵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颜色往下流淌的时候 我突然就被打动了 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我知道 就是我就在这里 我也不曾离开过这里 我在敦煌 等你 我看到你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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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